为什么有钱的男人 外面有很多女人 有钱都说他脸盲 他真的是脸盲吗 大部分正常的女性 还是会喜欢 可能比较慢一点啊 或者说这赚钱能力比较强啊 你真的是物质吗 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个彩分 然后发现又实现了 那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可怕 就算是AI它再怎么样进化 它可能也很难进化出 直觉这个东西 也有人提问 AI能不能预测未来 但是呢 它能不能像人一样有直觉 去判断它这个感觉 或者是走向 或者是未来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也是很难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直觉能否量化 就只要能量化 能够找到它的规律 能够拆分的东西 都能够被AI习得 就这个东西 直觉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作为人类独有的一个东西 就看它能不能拆分 这个我不知道 直觉能不能被拆分 或者说能细化成 某些微小的点 比如说直觉是 它包含了哪些觉 这什么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或者甚至更细微的这种 这种觉寿 是不是能够去进一步拆分 然后我们再去模拟这些觉寿 去对应这个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 AI也能诞生出来所谓的直觉 之所以我们用一个非常模糊的直觉 去形容我们这么一套复杂的 一个一套零件 是因为之前我们可能 没有去做这个拆分的动作 但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个拆分 然后发现又实现了 对 那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可怕 因为现在你在科学界的解释是 是给直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啊 就是 当然也有一个比较主流的 在直觉上的解释是说 人类繁衍或者是生存进化了 那么多的那么多年 它都是依靠直觉 其实人掌握知识 掌握就是语言沟通 或者是一些技术科学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 但是人在大量的之前的那段时间 它可能是依靠直觉 比如说一个动物 它可能有直觉就觉得 什么地方有食物 什么地方有水源 什么地方有危险 这个东西是很难用科学去解释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直觉是可以拆分的 就比如说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繁衍 那么那么适合繁衍的环境 比如说鸟则凉目而息 凉目它就是需要去 值得它去繁衍的其中 其中一个条件 但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条件去支撑你 人类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就咱们聊一个话题 你什么时候会想去造人 你是去看黄道极日吗 好像和满月是不是 肯定不是 就比如说你要是加班回来 就非常疲惫 你回到家 能交差吗 所以也会跟你的生存状态有关 就是当你的生存状态足够放松 然后你的这个物质足够去支撑 你去繁衍这个后代的时候 所谓的直觉蹦出来 而我要去造人 就是为什么有的说是有钱的男人 就是外面很多女人 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存资源 生存资本足够支撑 他去繁衍后代 他靠的是直觉吗 为什么有钱的男人花心 听上去好像是 听上去好像是这个一种 对男人的一个那种什么评判 但实际上他是有足够的生存资本的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前提 他去繁衍 这个繁衍也是所谓的直觉 也是有一定前提条件可以拆分的 当然这个条件也会有很多 比如说为什么某些男性 会对长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女性去感兴趣 他靠的直觉吗 刘强东说他脸盲 他真的是脸盲吗 他只是没有办法去描述图 描述出来他对一个比较 优质的女性的一个看法 他没有办法去描述 或者他不屑于去描述 但是如果说像男人都喜欢的 这种长相S型 那前脱后桥 他为什么会很性感 因为他的生育价值突出在那里 为什么会肤白貌美 这个气色红润的女人 会比较受男人的喜欢 因为他的身体好 也是会具有繁衍价值 所以繁衍这个东西 所谓的直觉还是可以被拆分的 非常可怕的 包括男性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就大部分正常的女性 还是会喜欢可能比较慢一点 或者说赚钱能力比较强 你真的是物质吗 因为我要繁衍后代 如果说我在带娃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帮我打江山 那我这娃怎么活 鸟则凉莫而其 所以这个也是很可怕的 就人类的繁衍 也不是靠所谓的直觉 所以最后我觉得 就是AI继续进化下去的话 它可能会对人类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冲突 或者是危险 就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你是 就是人类怎么跟这个AI共生 如果是AI它能掌握直觉 或者是掌握一些 就是人类的一些 很独特的一些性能的话 它是不是AI就能判 就是就可以像那个 占星一样可以预测未来 就人类发展 它会有不同的花样出来 但是这个命理技术的话 它是一串冷冰冰的符号 符号跟具体事件之间的链接 又是这个问题了 它是怎么达成的 就像十一公里 如果说放在古代的话 它根本就没有自媒体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它是怎么去论这个公位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看 怎么去放在什么样的 一个语境下去解读 就之前我们这个命理圈 就流传着一句笑话 就是说你怎样才能让 大师算不准你 你们觉得怎样才能 让大师算不准 就当一个大师 他足够强大的时候 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命理逻辑 掌握得非常清晰的时候 你怎么去挑战它 就是让它算不准 创造一个大师不知道的东西 对 只要你足够离谱 超出这个大师主观的认知范围之外 它一定是算不准你的 就比如说我们算职业 之前我们讲到过 那个什么凶宅室水源 大兴安邻守灵人 就这种职业 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外 那你就拿一拿 拿你的盘给大师去看 或者给非常先进一位AI去看 你论一论我这是什么职业的 我告诉你 我之前学什么专业 我把我之前所有的事情告诉你 但是在你的认知范围内 在你的预料当中 没有这样的一个职业 那一样是论不准的 对 就是AI还是在做一个 学习和记忆的一个动作 就是其实如果说AI能够像人类一样 就模拟人类的这种学习和记忆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说明学习能力 记忆能力 它并不是人类独有的 你小狗你炫一炫也能学习 它也能记住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在认知自我的时候 以前 可能以前的人类会认为自己学习能力 记忆能力 是人类独有的 人会是唯一能够使用工具的这种生物 但实际上AI出来 啪啪打脸 人类的唯一功能不是说记忆 不是说学习 而是更多的其他东西 我们要做的就是挖掘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探索意义 给你